在法国外交部日前访华的期间 中方宣布会单方给予法国等6个国家15天的免签待遇 也立即获得法国等国家的高度赞赏和积极的回应 来看一下今天的欧洲观察 12月1日本周五 中国对法国等6个国家的15天单方面签待遇措施 即将正式启动生效 在法国外长访华期间 中方宣布单方给予15天免签待遇的6个国家之中 欧洲就占了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荷兰5个国家 在中方宣布单方给予法国等6国免签待遇之后 法国方面立即投逃暴力 积极回应 第一时间也宣布给予凡是获得中法受制学位文凭的中国留学生 5年多次往返签证待遇 并且立即生效 法国等相关5个欧洲国家的华人旅游界人士 也都反映热烈 连称这种富华 说走就走的幸福感 来得太突然 感到太惊喜 而这次中方的有关决定 其实还包含了几个重大的看点和意义 首先是中国宣布这一决定 再次显示出中方坚持敞开国门 继续改革开放 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付诸在实际行动中 甚至不惜单方和主动给予外国特殊优惠待遇 而12月初中欧领导人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 中欧峰会前夕 中方给予法国等5个欧盟最重要成员国家免签待遇 日后还可能给予欧盟其他成员国类似的优惠待遇 这对于中国与欧盟的求同存异互利双赢实在是一个利好消息 中方也再次以实际行动为中欧领导人高峰会议 事先铺垫了良好的条件和善意的氛围 法国外长科隆纳日前就在北京表示 这真是一项令人惊喜的重大宣布 将极大的促进法中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 再就是中方在法国外长访华期间宣布这一决定 给足了法国和其他几个与中国关系良好稳定的欧洲大国的面子 就连法新社都注意到和评论说 中国只向数量有限的关系良好国家授予这一优惠特权 而同样期盼中方给予这种优惠待遇的英国 美国 日本等东西方大国 却因目前与中国之间存在种种问题而未能如愿 从中也反映出中方基于本国权益和国际环境 对友好国家和不友好国家采取了有所不同的立场和有所区别的态度 进而从另一个角度 从另一个侧面 疏导和奉劝一些国家 在对华政策上只有理性客观顾全大局 才能得到中方的理解信任和善意回报 当然 中国对法国等六国给予15天免签的优惠待遇 也是为了提升外国人入境人数 恢复外国人来花旅游的一个试点和措施 根据中国文旅部报告显示 2023年上半年 全国旅行社入境游接待人次为48万左右 还不到疫情前2019年上半年 856万人次的零头 并且这些海外入境者中港澳台的华人占据很大比重 而来自欧洲 美洲和日韩 澳大利亚等国的外国游客比例很小 所以为外国人尽量提供入境边理条件 尽快恢复疫情前外国人游客水平 也是中方这次给予六国免签的一个重要考量 以上就是这次的欧洲观察